今天抓到的一個楊慧如 在網路帶風向 蔡文總統 勇敢告訴全國人民 沒有抓到楊慧如還有多少 我覺得一些批判 過於下載 特別大量運用了 網路上1450的資料 來批判我 而偏偏 網路的1450 楊慧如這些人 又是民進黨 養的 用民進黨養的這些網軍的資料 來證券會來質疑我 批判我 我覺得這一點我是非常遺憾 到底還有多少楊慧如呢 但是至少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的是楊慧如 他旗下已經確定的是 至少有兩間公司 而且狂拿了20個標案 總金額2837萬 包括議事 包括了品源 台北市的官傳局 屏東縣政府 甚至是立法院的標案 他們都可以拿得到 但是提供給大家看的 這個時機的報告 還長得一模一樣呢 這兩家公司很明顯 通通都是屬於卡神集團 讓人看到像這樣的情況 實在是覺得有點說不過去吧 柚子 像這種公關行銷公司 會開另外一個B公司出來 都是為了要多繳經營 那一般正常正派的公關公司 就是那麼一家 你去看那公標案 大概就是找電話也就是他 名字就是對在一起 你從台北市找到基隆 基隆找到彰化 彰化找到高雄 應該就是那個 但是我知道很多同業 會去開兩家 甚至三家以上的公司 但是裡面的每個人都知道 那個是羅友智的 這兩個都是羅友智 都給你 那你就看出來 一時只有20件 另外品源再15件 如果兩個加起來35呢 太明顯了 所以通常會有這種 那有一種呢 就是為了要洗錢用 這個錢怎麼把它轉到 另外A的公司轉到B的公司 然後再把它出去 因為公關行銷 這種很多政治人物會拿 我今天就報一個料好了 很多政治人物 拿公關公司來洗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像古董字畫 就像賭博那個籌碼 那是沒有 那是無價的 唐蔚林畫了一幅畫 我覺得300萬 你能拿來我合 所以畫廠拿來洗錢 公關公司有個東西 也是無價的 叫做企劃書 我今天呢 標了一個歷史科的案子 歷史科覺得說 哇 友智哥 你這個礦古塑金 你提出這個企劃真的是 我覺得我從這輩子沒看過 我覺得你這企劃值了300萬 那就300萬啊 有人可以說 歷史科你會落落有 因為他覺得值得啊 這個企劃做出來 可能讓歷史科從此又功成名就 然後後來呢 沒有做怎麼辦 後來呢 做失敗怎麼辦 那就公關公司辦事不利 300萬照付啊 這個跟打麻將 故意輸給你 高竿多人 有資格內行 就是這種招數 所以我說 楊慧如這種案子啊 韓國瑜講得對 真的只有三個字可以辦 特徵組 你除了特徵組 誰能辦他啊 他一路從台北跨到高雄 你能怎麼樣 你除了找北檢去辦 北檢只辦台北市的 把柯文哲叫來問一問 沒有查無實據 用五路公署 跟妨礙公務 可是特徵組給你跨俠啊 我高雄也給你調 台北也給你調 彰化 各個地區的地檢署 全部配合我辦案 每個都兵分二十五路去搜索 只有特徵組可以辦得到 然後可以把每個單案 我說單案是妨礙公務 五路公署 再把它做特徵連結 特徵連結之後 畫出組織圖 你才有辦法做什麼 組織犯罪 因為組織犯罪四個構成要件嘛 恐嚇勒索詐術 這個就是詐術 如果特徵組來辦 一定用詐術 然後用組織圖畫出來之後 楊慧如就好辦了嘛 所以到最後還是誰能辦 特徵組啊 所以真的啦 拜託趕快讓韓國瑜上 我真的想知道 楊慧如底下到底還有多少蟑螂 我想請教一下家慶 就是說因為你看呢 其實其他的我不大知道 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說 其實呢 這個讀書蠻重要的 因為潘孟安給他的好同學 應該有不少的照顧吧 對啊 他們這個台大國發所的 這個同窗之儀啊 實在是讓人覺得感動 舉一把眼淚 能夠這個同窗 然後就莫名其妙給了一個標案 然後好像九十幾萬是不是 這應該是一百萬以下這種 微標的標準金額 就是一百萬以下稍微一個價 然後開個發票 反正驗不驗收是隨便他們 像這個你就可以發現 剛才大家在討論說 為什麼楊慧如啊 這些案子都可以這樣過 在台北市的這些標案 我看了就很納悶 因為他竟然連發票都有影印嘛 然後連這個驗收 都還有狀況的時候 隔天就可以付款 正峰 台北市的正峰單位 是全部一起睡著了 還是全部都裝作沒看到沒聽到 那台北市調處呢 是誰叫你們不要盯著這個案子嗎 那不然這種案子已經全台灣都知道 路人都議論紛紛了 你為什麼調查局可以不辦楊慧如 可以不辦柯文哲 可以不辦這麼多涉案的縣市政府 到中央部會 沒有道理 今天楊慧如們 在搞這些網軍 幾千個賬號被叮出來 他到底是哪些人在操縱 哪些人出錢養 神鬼難分 雌雄莫變 你都不曉得他到底是來圍標 讓某些人好進場 還是他就是輪流在吃這些公帑 如果說特徵組不回來辦 那這些你可以看得到現在這幾年 連政署幾乎是睡著了 連政署跟陸委會一樣 跟海基會一樣 在蔡英文上台之後幾乎是沒有功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廢掉了特徵組 就讓你知道說 連政署你這些單位 你的資料收集好 你要網上舉報 你要報給誰 連政署敢報給邢泰昭嗎 那連政署自己的官員都要被點名做記號 我們講白的就是這麼簡單 你今天要查的有標案 標案裡面要查的是人跟特定公司 你要查的是金額 為什麼它可以離譜的貴 為什麼這個標案開出來 不用實際的績效 就可以過關 就可以放款 就可以把錢交給他 你要查的還有程序 蘇貞昌連這個捷運延伸 都可以不用環評 不用營運測試 就可以瞞天開口扯謊 就說這個要過 然後開始炒地皮 炒的都是國有地跟周邊 已經有大地主在那邊進場的地 蘇貞昌都敢幹這些事情了 他們小案子你查不到的幾千萬算什麼 所以拜託這些裝神弄鬼的 這些政治神棍 一定要查到底 不過最近蔡總統很常跟網紅在一起 包括了中華文化總會 還邀請大家說要來總統府住一晚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又大爆料了 他說前台北市政府發言人林鶴鳴 可以說是把網路這一套 從台北市給搬進了總統府了 到底這些資源哪裡來的呢 惠玲 哪裡來的 至少我們知道 這個觀光局就補助了一千八百萬 所以這個名為行銷 其實今天喜樂島聯盟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他說當他再去問 你們這些經費是多少錢 戲目是多少 經費來源是何處的時候 總統府開始支支吾吾了 本來總統府住一晚的這個部分 他本來說這個是為了推廣台灣觀光 我想大家都還有印象吧 這不過幾天前講的話 好了 現在已經變成 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 主持人你知道差別在哪裡嗎 差別是前面 前面一個是可以量化的 後面你怎麼量化 你告訴我 提升台灣能見度怎麼量化 你告訴我 所以他就是要規避監督嘛 那所以今天大家講得很清楚 你今天這做 搞了這麼多網紅進來 到底是行銷蔡英文 還是行銷台灣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最想嘔吐的一件事就是 民進黨永遠都把他 跟台灣畫上等號 把蔡英文跟台灣畫上等號 你們憑什麼 你們不配 憑你們做這些骯髒骯髒的事 請你們不要跟台灣做連結好不好 因為台灣不是只有你們這些 用盡下流手段 只為了求上位 只為了繼續養你們這些 肥貓的近親血人的關係 剛才我們講到了 蔡英文的表記 我等一下也會講到 就是說今天蔡英文表姐的兒子 也被網友質疑 這個吳孝全是網軍的頭頭 所以民進黨政府也趕快切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跟吳孝全已經很久沒有來過 這好笑嗎 好不好笑 好啦 就算他的媽媽沒有當上大官好了 他有沒有在私底下 幫你做一些網軍的運作 而這些網軍的運作 又有沒有收到 我們老百姓的納稅錢 有沒有 有沒有哪一個政府機關去補助他 所以我今天真的覺得 我覺得尤其是像看到中華文化總會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新聞也講得非常清楚 當蔡英文一上台 就急著要搶中華文化總會 這時候我們就納悶了 你根本這麼討厭 一個這麼討厭中華文化的人 你為什麼急著要搶 搶過來中華文化總會呢 搞了半天 原來他是要叫民進黨文膽級的林景昌來接掌 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看林景昌 還有指風車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李永峰 協同在2018年選前之夜 柯P的選前之夜的原遊會 在四四南村現身 所以你林永昌跟柯P的關係很好嘛 我這時候不就不得不幫姚文治叫下去啦 可憐的姚文治啊 其實明著提你出來 暗得早就氣保你了啦 再怎麼樣也是不能讓國民黨籍的選上啦 看你已經完全沒希望了 已經看衰你了 所以林永德現身 那人家質疑你說 你有去跟柯文哲領錢 不是空缺來封嘛 的確有追求 追查一下的可行性吧 我們就算現在沒有辦法證實 證實也可以追查一下吧 所以這些網軍 我坦白講 已經到了一個肆無忌憚的地步 今天這個蔡英文還在裝傻 裝可愛 整個蔡政府還在推桿 還在這個撇清撇的 好像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楊慧如在哪裡 人家都合理的質疑啊 是藏在你總統府的官邸嗎 還是藏在你陽明山的豪宅嗎 那為什麼有人說看到他 好像類似疑似出境了 在這個免稅店裡面逛街 那現在可以在整個台灣 消失的無影無蹤 然後民進黨也就當媒這一回事 你民進黨不是應該要把 楊慧如找出來自清嗎 如果真的不是你民進黨 付錢給他的 你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是應該趕快找出這個人來嗎 所以民進黨的勁悄悄 我們充分的相信 這就代表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其中就是有鬼 不過我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總統府沒有民宿登記了 所以不知道台北市長 是不是應該要請台北市政府 去做消防檢查呢 畢竟可是有外國人要來住 要提升台灣形象喔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